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大高人联手主持 关公电堂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好 星期一刚刚是世界杯开罗 昨晚有没有看过呢 你中午 我是凌晨看 这个题目我们稍后再说 好 我认为世界杯 有段时间讲 Netflix 不知道是否拿竞争赞 是 有一个分开四载的纪录片 都是有些拿竞争赞 在它举行第一个赛节的11天的时候 就上架了这个戏 这个纪录片 应该是 都是 想过度过的了 把握个很好的机会 是的 我们稍后再讲 下一次再讲 但Peter 因为年底 我想我们先讲这个 Word of the year 年度的生字 这个我们做了几年了 这个节目 差不多年年都有讲的 是 牛津字典就是英文字典的大哥大 它还没有出今年这个年度的字 上一年呢 其实都差不多了 已经11月底了 这些字典都做出了 牛津字典没有出 上一年呢 它就出了个年度字就是Vax Vax 那就是Vaccine 或者是疫苗 或者是注射疫苗的简舍 那是很应景的 就相当应景的 今年是怎样不知道 但是其他的字典呢 就已经 大字典都公布了 Collins 这本字典都很多人用的 它今年的字呢 就叫做Perma 就是Permanent Perma Crisis Permanent的Crisis Permanent Crisis 就是一个很持久的危机 是 是讲疫情 是讲气候变化 甚至打仗 现在我们的危机就不是说两三天就过错了 是长期维持的 其实这个字如果大家 还不是很习惯 其实不是很深的字 就是Perma P-E-R-M-A 跟着Crisis Permacrisis 就是这些年度字呢 其实就是 我们做这一行 要写东西 要什么呢 那个主题 是怎样想一些东西呢 跟社会结合多一些呢 参考每一年度 就是 那个 生字 其实也挺好的 因为 他们那些编字短的人 那些语言学家 通常就 看 譬如是说 有多少人用 那个字 当时能否配合到社会的文情呢 就有些专家再选 所以其实 已经有人跟你找到了 最近的一年 当然 2022年讲的事情 其实2023年 未来一定还是继续适用的了 所以我们做各样的事情 有些什么的计划 有些什么的推广宣传 其实 将这件事挂钩 到每年的年度字那里 其实是 可以说是 四半功倍的 那这个是一个 Permacrisis 就是以后讲话 什么都很可能 那个构思都要从这个想 就是 面对危机 而这个危机 不是我们以前讲的 危机 是来得快去得快 绝对不是这样 是持久的危机 那Collins 那 都是大字典 当然是没有侯春 那么出名 那 这个 跟着讲这本 英文字典 当然是讲的 就 更加多人用 网上高更加多人用 就是Cambridge 劍桥 劍桥 的字典 劍桥字典 如果大家留意 你很多时候 在网上高 跟着 用 highlight了它 然后直接按下去 在网上高 要查那个字 就是look for 这个字 才算 通常都会带你去 这个 什么叫字典 那里 所以它是多人用 就是这个意思 它今年用的字 选择 选择的字 是比较有趣的 就是 H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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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写蒙马屠城 就是 就是 通常是说 就是说 闻眼的 闻眼的 大诗人 甚至 甚至是 彈丁 都称它 都称它 就是 私人 私人 里面的 王者 地位 是很高的 那 都是叫做Homer 英文 亦叫Homer 但是 大家 就很奇怪 我再说 就是 这些年度字 通常是 跟社会很贴合的 那 Homer 什麽事呢 就是 無端端 為什麽會 劍橋字典 選了他 做 2022年度的 生字呢 那 其實就是 跟 字本身 你可以說 不是那麽大關係 因為 Homer 他還有一個解釋 就是 美國人不喜歡 打 打 那些叫做 棒球 棒球的全旅打 就是叫做 Homer 這個是很 美國地道的 說法 Homer 那 為什麽它會 突然之間 變成今年的 劍橋 劍橋之治呢 原來 就是 有一天 有一天 5月5日 今年的5月5日 過去了 就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在他們的字典裏面 就有成 七萬九千個 嗯 就是 搜尋這個字 找這個字的解釋 這個字的來源 嗯 那其中呢 那其中呢 有六萬五千四百零一個呢 就是因為 5月5日 出了 這個 Wordel之後 那 很明顯呢 絕大部分呢 其實就是因為 Wordel 而 令到很多人 搜尋這個字 嗯 那5月5日 Wordel 那個答案呢 就是Homer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查呢 因為 Homer 對很多 不是美國人來說 就是 用英式英文的人來說 Homer是什麼呢 就好像看上去 就不是一個真正的字 嗯 哈哈 好像一個宿舍 哈哈 會不會是 空 家裡 家裡的人 是 或者是 留在家裡的人 還是怎樣呢 其實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是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棒球全力打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因為 這個是美式的英文 是 就 不知道他搞什麼鬼 也輸得不是心服口服 人家說Homer 這個又是什麼 是什麼英文 是英文還是美文呢 就是 Homer 就是正常的說法 是啊 是啊 Homer 就是美國人的 你可以說宿舍簡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懂這個字 是 這個字本身很簡單 嗯 你說了之後很容易明白 但是你玩的時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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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因為很多人 輸得不是口服心服的 哈哈 有可能出過這個字的 嗯 之後呢就是去 查班字典 網上的字典 那 就 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呢 就在一些評論裡面都說 都覺得有沒有搞錯用這個字 嗯 哈哈 可以說 就是 簡單來說 你 服也好 不服也好 總之就是 出了個這樣的字了 那 還有 就是這裡呢 就都很有趣的 除了說 其實再反映到呢 Wordel 其實都已經是真的很多人玩的 呃 Peter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 沒有啊 我沒有玩啊 這個遊戲 是 就是 是 呃 呃 五個英文字 是 是 那你是有 六次 六次機會 是 五中就 五中就沒有了 哈哈 那它 該死的地方呢 哈哈 就是 呃 紐約時報 後來紐約時報 買了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 呃 寫程式的人 是為了 疫情期間 呢 等個女朋友有些東西玩呢 是這樣做出來的 嗯 結果就 很受歡迎 紐約時報就買了 就放了進去那個 Games section 那裏 紐約時報如果大家 上去要看 那些新聞內容呢 給錢啦 哈哈 給錢啦 那如果 但是呢 如果你是 呃 進去紐約時報那個網站裏面呢 你可以找它不同的版面 嗯 其中一個 啊 啊 分支呢 就叫做 Games 遊戲 嗯 你按進去呢 就裡面就有 這個 Wordel啦 Wordel你玩呢 就不用 就是可以 呃 免費玩的 一天玩一次 那跟著呢 就有 呃 有 最出名的 紐約時報呢 就是它的電子遊戲啦 嗯 Crossword Puzzle啦 那那個呢 也是要付錢的 但是呢它有一個叫Mini的 那個又一天玩一次又不用付錢的 呃 它也都有一個叫做Spelling Beast啦 就是 呃 那那個你玩一個簡單版呢 就是玩一玩下去就會停了 就說你都玩得很好 哈哈 麻煩你付錢 如果你想介紹玩下去呢 進級版 哈哈 哈哈哈哈 那紐約時報怎麼說呢 紐約時報就說 其實他們有了這個game section 都很長時間啦 那當然有人付錢玩啦 但是他們就說 有了那個Wordel之後呢 有了那個Wordel之後呢 有了那個Wordel之後 就令到它呢 是訂閱的人數呢 就多了很多 是 就是他們說 是自己都說呢 是很明顯呢 是因為Wordel呢 就帶起了 他這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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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過日神的版面 不是新聞 是 是 是 我就日都用緊的 是 我就日都用緊 我就是想去看 看新聞的材料 讀一下他們的評論 是他們在那個 是在數碼那個平台那裡 那個訂戶是做得非常之好的 是開發那個 那個新訂戶那裡 是 那因為他 其實都因為那些新聞 做得好 你說 特朗普就說 他比喻生 但是 很多很多的專業人士 其實都是看紐約時報的 是 所以這個 你喜歡他又不喜歡 那些消息的各方面 是 整個世界在說什麼 是 要貼住 那個時事 世界新聞 就 紐約是一個很好的新聞來源 是 現在香港有一套電影 在放映著叫做 書Z 也在說 《New York Times》上 講的那個 就是那個是 《Me Too》整個campaign 就講他兩個記者 女記者 怎樣 真的廢枕忘餐 就去追這個 追這個新聞 甚至乎 他們的 有人都是想威脅他們的 人生生命的自由 真是 多有趣 是 那 《紐約時報》的編輯 自己都講 就是講回 這個 那個《Wordel》 是 令到他們 這個季度 是 那個 即是 遊戲 遊戲 那個部分 是從未試過 那麼多人 訂購的 那 那 那 講開《Wordel》 就 剛才講 我們是講 《劍橋》 的搜尋子 突然之間多了 就是 也是多了《Wordel》 劍橋的編輯也都自典了 劍橋自典的編輯 也都提到 其實 另外一次 差不多都是這樣 那次就不是 Homer 就是Humor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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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三萬個人 是搜尋那一字 那就是什麼呢 又是有一次 又是 Wordel 就用了這個字 Humor 那大家覺得 Humor 才是 就很多 大哥說 英式和美式 是串發而已 哈哈哈哈 就是每一次 英式和美式 有些少許分別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太 就上去 按一按了 我們在香港學英文 老師 差不多必講 一遇到這些 英式又如何 美式又如何 U就不用了 是這樣的 究竟是用S 還是用Z 現在寫電郵也是 你在那個電腦 如果是用Microsoft 那你用那個spell check 他都會告訴你 這個搞錯了 如果你寫Honour 他會說你有個紅色 或者說你錯了 哈哈哈哈 是 這樣可以選擇的 這些茶串字 英式和美式 你可以預算一句 那 講Wordel 還有兩個字 編輯都說 特別多人搜尋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這是第二種情況 其中一個字 叫做quark C-A-U-L-K 那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 那些瓦隙 就是你窗口 那條瓦 就是叫做quark 這個字就是 一點都不普通 很多人填的時候 就填不到 最後出了答案的時候 大家又上去看看 另外一個他們說 是因為Wordel 是帶進去比較多茶的 就是bio b-a-y-o-u 這個字 聽歌有得學的 哈哈 bio 就是那些 學校 就是那些學的分子 那 就有這個 情況出現了 就 今天不知道大家玩了沒有 我就發覺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就是原來都是在玩這個遊戲 為什麼呢 他 我剛才說很容易上癮 他是有 你一做完 他就會告訴你 林玉華 你這次已經是第102次玩了 這102次裡面 你是成功 在我們六個 即可以猜的機會裡面 你做得到 過關的 那個百分比是多少 他有沒有一個排名 比如說你屬於那個 是中了的百分之幾多的人 有沒有這些統計 那我又好像沒有留意到 沒有留意到 然後他還有一個 就是你可以是分享出去的 嗯 就是 就是share出去 這樣別人就看到 那當然沒有開股 如果開了股 第二個就不用玩了 那你透露劇情 那些spoiler就會很認真 但是呢 他會 告訴你那些網上曲的朋友 譬如是經過 經過念書 我今天就是 第二個就已經猜到了 是 是 第三個才猜到 或者是最後那次才猜到 是 通常呢 我看那些朋友share出來 分享出來 都是第二第三個 我猜到那些就share 嗯 嗯 猜不到那些 那些 我就不太看到 當家沒有玩過 那你顏色格子是代表什麼呢 顏色格子 綠色就猜中了 是 是 如果沒有記錯 灰灰黃黃色 就是 那個字沒有 但是你那個位字不對 哦 OK 是 是 那 有不同的策略 有些人一開始 就用 ADU這個字 就是 五個響音字 沒有一次過用完 A-I-O-U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A-I-O-U 就是 五個響音字 你 四個 我就不太喜歡 那你這麼快就找到一個 就是你沒有一個O 那你都知道 如果有或者沒有 嗯 所以他 就容易猜些 那這些是策略 嗯 但是我最後想說 就是 還有一個朋友 都是經常這樣做的 就是歐家倫 嗯 大家可能很喜歡看他寫文 大人文章 那他就通常呢 就每一天呢 都將他做Wirdle那個記錄呢 就先是 嗯 然後呢 就 他在報紙的專欄沒有了 嗯 就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的了 那跟著 但是呢 他就仍然是有 在Wirdle之後呢 就寫他的短文 嗯 嗯 所以 原來 我的女友之中呢 其中一個我喜歡玩的 就是歐家倫 嗯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不妨有試一下 跟下去 就是follow下去 啊 他是 他是 我們行家裡面呢 我覺得 有幾個人寫文寫得很好的 歐家倫是其中一個 嗯 如果是說 新聞觸覺呢 就是林耀恩 嗯 這些都是新聞人來的 嗯 如果大家 是 想看新聞以外 是 讀多些 痴心些 是 想多些少 這兩位朋友 寫的東西呢 都很值得 大家是 跟貼一點 好 Peter 回來 就說你剛才 劈頭就說的世界盃 哇 世界盃